有一位中国游客去香港旅行的时候 竟然在香港的公车上面破口大骂 原因竟只是因为那一位公车司机 香港大叔他不会讲普通话 那这位中国游客呢 他就认为我来到了中国的地方 香港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啊 我们中国香港就应该讲普通话 你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怎么不会讲普通话呢 怎么不会讲我们一样的话呢 然后让这个大叔非常的无奈 因为他本身就是香港土生土长的人 一辈子在香港工作 你跟我讲普通话 你跟我讲普通话我听不懂 你发信我现在我不跟你 你开头我一个别就别累了 不跟你慢慢了 说不过人吗 作为一个公共事务的人员 你那普通话都不会讲 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说的不是人话 其实大家如果有去香港旅行的经验的话 你会发现大部分的香港人 他不会讲普通话 因为他只会讲母语啊 或者是英文 因为在香港的环境 大部分的香港人 他们的母语就是广东话 就像我们中国人 我们的母语是中文普通话 那我们在中国的任何一个省份 都可以讲普通话 因为这是我们的母语 对不对 很好理解 但是香港人他的母语 跟我们有一些不一样啊 他们就是讲广东话 讲粤语 讲香港话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可以包容 理解一下呢 而且你是去那边旅行 就没有一定让你要求你入乡随俗了 多一点包容不行吗 然后在公车上面跟司机破口大骂 人家一天辛苦工作下来 被你一顿臭骂 这样很好吗 就打比方说啊 不说香港人 就是广东人 也是讲广东话 假如说我是中国广东人 我跑去中国的内地东部 像是什么上海 我强硬要求上海人听懂 或者是跟我用广东话沟通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也不合理啊 人家不会讲广东话啊 对不对 你今天竟然去到了人家的地方 大家尽可能的就是要去多一点理解 一点体谅啊 那这一次这个事件呢 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过去有太多这种例子 就是中国内地人啊 中国人去到了香港之后呢 就强硬地要求香港人用普通话去跟他沟通 那些中国人的逻辑可能就认为 因为香港也是中国的 我听不懂广东话 我不要你跟我讲广东话 因为这里是中国 这里是中国香港 你要用普通话跟我沟通 这样的逻辑 大部分的香港人他都不会讲普通话 这是很好理解 因为他们的母语就是广东话 他们在家里面跟自己的家庭成员 哪怕是跨出家门之后 在外面不论是工作也好 在路上也好 大家用的都是母语 都是广东话 这是非常很好理解的啊 你为什么就觉得大家一定会讲普通话呢 会讲普通话的香港人是非常少的 除非他们的工作上面 有跟中国内地有些经贸的往来啊 或者是他们的家庭成员 有中国内地的人士啊 这样的话 他会讲普通话还是很好理解的 但是生活中大部分的香港人 他们接触不到普通话 所以要多一份理解 这很困难吗 而且非常双标 因为中国人呢 经常讲 甚至是那些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 那中国人也要求外国人讲中文 因为这里是中国 你得说中文 你得说普通话 但是我看到的是啊 很多中国人去了国外之后 也还是用中文啊 可能他们不会讲当地的语言 但是他们就强硬的 用自己的母语去跟别人沟通 那甚至在中国的小红书 抖音 哔哩哔哩等等的平台上 竟然有很多的中国的创作者 很多中国网红去发起挑战 啊 用中文去跟外国人沟通 用中文去外国点餐 啊 然后很多中国网友还表示啊 说什么很有意思 以后有机会出国的话 他们也要用中文测试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些 相关类似的这样的影片 在中国的各大平台上 都充斥着这样的影片 其实好笑是好笑 你拍一次两次就OK了 但是有些人呢 就是不间断的 每天都去测试 让外国人强硬的 用中文跟他沟通 呃 我是不能理解了 我当然能理解 他可能是 为了他自己的节目 效果很好笑 为了自己的流量 但是你也没有考虑到 别人他本身就不会讲普通话 外国人他不会讲 然后外国人他辛辛苦苦工作一天 然后还要来理解 哎你这讲的是哪个地方的语言 人家本来就听不懂啊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类似的这样的影片 在中国网络上面 呃形成了一种风气 一种跟风 大家都互相的 在什么美国 在加拿大 在澳洲 在香港 在韩国 在日本 在英国 啊觉得很骄傲 然后全世界的 在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角落的 这些华人YouTuber 啊不是华人 应该是说中国人YouTuber 都强硬的用中文去 什么星巴克 McDonalds 去讲中文 我看了是觉得 一开始是好笑 但是看到他们每天 都这么去做 然后又形成了这个跟风 没有任何人去反思吗 然后也没有任何网友去 指出这样做 不太正确 没有 大家都觉得 哇好好笑啊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呃类似的这样影片 随便选几则 看完了之后 我们来再看一下 中国网友对此 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没有打火鸡 No Chine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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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我教你 嗯 火鸡 开开开 来来 来对对 现在玩 我里面一起 给我来一份这个 我要一个这个 再来一个这个 这个 倒烧器 嗨 然后喝的话我要 喝这个 先这些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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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大一点 好 一杯咖啡 点 你刚才到哪里去了 好不其诺 我在这 中北中 啊 这个 这个对 谢谢 跟我说咖啡 四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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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碗突水风 四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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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的 OK 有什么喝的 这个 菜的 啊 这个 这个 对呀呀呀 啊 中间那个绿色的 哎 哎呀呀 对对对呀 啊对 绿茶行丁乐 给我来一个 黎茶行丁乐 行丁乐 对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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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呀呀呀 呃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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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咱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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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来来来 过来点 你好 我一个人 一个人 坐这里吗 坐这里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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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听不懂中文吧 中文听得懂吗 还有一个人 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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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啤酒吗 我看一下吧 啤酒 啤酒 对 你查一下 查一下 啤酒 有没有翻译的软件有吗 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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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一杯美食 咖啡 啤酒 我想要一杯美食 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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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 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吗 两杯乌龙茶 两杯乌龙茶 乌龙茶 对对对对 两杯 对对对 你们这里有什么推荐的吗 嘿 你们这里什么好吃 这个中间那个对 中间那个汉堡 两个 对对对 上头那个 再往上走 上头那个 右边那个 两个 两个 那刚刚看完这些短影片之后 我们看到啊 中国网友没有人去反思 也没有人觉得这样不对 有打扰到别人的嫌疑 大部分的网友都表示啊 像这位网友说 这好有意思呀 以后有机会出国的话 我也要用中文测试 你看还还嫌不够啊 等他以后有机会去国外了 他也要用普通话 去跟外国人沟通 这真的是太丢人了 为什么因为 像是台湾啊 香港啊 新加坡 马来西亚啊 他们都是讲中文的 你想想以后出国了 大家一看 我们都是讲中文的人 很多人就会误会 哎这个是中国人 他讲中文吗 然后他们就会联想到 以前中国人到处在外国啊 也不尊重别人的感受 强硬的用中文去跟别人沟通 其实这些中国网友就是 呃 就是在就是在给这些像台湾呢 或者是这些讲 同样是讲中文的这些文化圈的 我这些人去抹黑啊 去呃增加负面的形象 然后以后出去歧视了 也是因为这些中国人导致的啊 强硬的去跟别人讲中文 那其实这些台湾人呢 其实他们出去也没有这样做 对不对 只是因为大家都讲中文 可能就会被这些大陆网友给遭受连累啊 牵连呢 那还有中国网友表示啊 大部分人用中文加手语都能正常沟通 看来以后跟外国人沟通 我们都可以用中文了 中国话逆袭全世界 你这不是逆袭 你这是强迫 这是强迫 加上不尊重好吗 还有人说哈哈哈哈好有趣 看到外国小姐姐尴尬的样子 好可爱 还是我们中文博大今生啊 作为中国人最大的好处 就是不用学中文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立场 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 英国人 你会觉得作为英国人 美国人最大的好处 就是不用学英文啊 人家还真的不需要学英文 但是我们呢 我们中国人还需要学英文啊 对不对 他们美国人没有必要学中文啊 你这么讲的话 有点很牵强 什么作为中国人最大的好处 就是不用学中文 那每个国家的人都可以说 日本人也可以说 作为日本人最大的好处 就是不用学日文 还有扯到什么博大今生 这个跟博大今生有什么关系 还有人说笑死了 把外国人耍得团团转 跟耍猴事的 这就是中国文化强势输出 牛逼建议这种测试一直拍下去 过不了几年全世界都会中国化 过不了几年全世界都会反华的更加严重吧 你这是完全不尊重别人的感受 大家你只顾着自己感觉 这个影片好好笑 我们的中国文化被强势输出 你这是完全不尊重别人的感受好吗 哎其他的中文地区的网友对此有什么看法 像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的 大家都是讲中文的 你们对此有什么的看法 你觉得这是把我们的文化强势输出了吗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看法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谢谢拜拜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